表单其实比想象中应该来的简单一些 可能因为你们很少接触 所以你们第一次会觉得比较稍微复杂一些 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用太多功能 第一个当然就表单嘛 设定一下这两个 第二个就是设定这个A嘛 标签拉过来 那大小由你自己决定啦 反正这个你怎么做都OK 那这边的话是用小A小B 这个是下拉清单 这个是这个Command Button 就是命令按钮 那底下的话顶多就是对齐 跟垂直间距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 再来我们设计完之后 因为将来程式 要能够知道说 使用者填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填AAA好了 那我怎么知道使用者填的AAA嘛 所以我需要知道 这一个文字方块 叫什么名字 所以你必须记得 这边有一个名字 请你把它输入 叫TXT 我这边是都想写TXT01 那这个是TXT02,03,04,05 所以你就按照顺序好了 我们比较简单的逻辑 12345 对那这一个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下拉清单 就是combo box 所以我把这个名称 取叫做CB01 那命名的方式的话 就是直接呢 从这一边点它 对不对 那再往下拉 这边有一个叫TXT01 然后这个只有TXT02,03,04,05 这个的话呢 取名叫CB01 那以后的话呢 我可以透过它里面放的 它有个属性 叫点TXT 去存取 到底使用的输入什么东西 所以 将来如果说我做完之后 也重新命名了嘛 对不对 那再来 我就要算写一些程式 我把它执行起来 那程式部分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当我执行的时候 那我只要需要怎么样 執行之后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按新增填完资料 可以放在哪里 放在那个最下面一列 的最下面一列 有没有 的下一列 特别是就是这一列 最下面一列 再加1 就是这一列 的什么地方呢 的B栏的地方 不过A栏要放什么 A栏就是放上面这个数字 加1之后 就把上面数字加1 那再把什么 TST011里面的.test里面的东西 放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也是一样 放到这个储存格 依此类推 那最后 如果你要自动让它 产生它的那个 完整的电话号码的话 那你再呼叫一个什么 呼叫一个手机的那个 函数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做法上面 大概第一个请各位 一样先把这个名称 我想重新命名一下 等一下再来讲说 重新命名完之后 要如何可以让使用者 按下新增 自动就帮我填过来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画面画出来之后的话 当然这个整体你也可以 比如说偏的你也可以整个选起来 然后整个把它移一下 然后这边再瞧一下 反正这个东西就跟你自己画一个 画一个那个 一个一个画面出来 那这个道理其实无论在电脑或者在手机 其实都雷同嘛 反正就是一个interface 跟使用者沟通的桥梁嘛 那至于你要怎么做 就越直觉也好 所以一个好的界面是完全不用学习 一看就知道怎么做 那就成功的界面了 像有些那个工程师设计出来的那个 你要看半天 你要不知道从哪边开始下手 最好是完全不用学习 像这个我们的逻辑是 跳出来之后 填完之后资料就上去了 那当然最好 越直觉越好 不过这里面可能要想一些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执行它 其实非常简单 按上面的执行 它就跳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填了 不过当然你会想说 那将来如果你自己执行OK 可是如果你给别人的话 那是不是别人 那你要怎么如何执行 跟使用者讲说 请开启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那这样他就 就头晕着 他想说这 所以呢你需要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按钮 对 叫启动表单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哦 现在模组里面 如果你要启动它哦 就要产生一个程序 插入一个程序 记得哦 上方模组里面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叫做启动表单 其实非常简单 启动那个表单 启动表单 好 那 它这个时候就有个程序嘛 Sub 启动表单 那这个启动表单 按个TAB 我希望把刚刚那个HOME叫出来 所以你打个HOME 我就叫他的名字 HOME 请你把它秀出来 点什么呢 点秀就可以了 它有个方法叫做点秀 这样就可以了 那HOME就秀出来 所以如果你执行这个程序的话 它就秀出来 那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 字太小 其实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撰写风格 那是太小了吧 大概12号字好了 放大一些一些 就是这样的 HOME点秀 那可是问题哦 这个程序 要变成一个按钮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可以插入一个 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叫做启动表单 然后把这个名称复制 这边贴上一下 就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按一下它 会不会把表单叫出来 试一下 OK了 对不对 就表单启动起来了 所以你的UI 就可以连结了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我们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程序 启动表单 这个表单名称叫HOME 所以HOME点秀 再做个按钮 流程就是一样 所以以后 你要几个表单 你就按下去 它就跳出来了 按每个表单 有每个表单的用途 这个部分就是收集 使用者端 他要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好 那接下来等一下 可能会面临到几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下拉的时候 现在血腥里面 没有东西 所以第一个 如何在表单启动的时候 帮我增加四个选项放进来 这应该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按下 帮我填入资料之后 按下新增 它能够帮我把这些东西 新增到这个的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 然后并且帮我填一个新的资料进去 那怎么做 所以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设计一个如何启动表单 这边的启动表单 这个东西 做法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先在那个哪里呢 这边 模组 插入程序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程序名称就启动表单 试一下 请各位设计完之后呢 把这个表单给启动起来 庆词 欢迎订阅 请大家请点赞 请不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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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